台竟在运通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總司令 今天台北股市加權指數 靠著最後拉尾盤 最後漲了50點 可是我相信看到今天的盤 很多投資朋友又不開心了 為什麼 全市場都在買航運 真的不誇張 不誇張 這幾天航運股才這樣子反彈 漲停板又跌停板 跌停板昨天又開低又拉起來 你真的看到全市場都在買 是不是 有些人本來是看壞他的 也是航酸的 甚至放空他的 到了昨天 通通都跑去買 現在我也要當水手了 我不要當航酸了 當航酸太辛苦了 因為當航酸整天要給人家罵 沒關係 你們都去買 家衛老師繼續當航酸 你一定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家衛老師你要當航酸啊 那我跟各位講 當航酸啊 是可以救人的 當航酸是可以做功德的 救人一命勝過七級浮屠 你看到最近那個PTT多少人衝航運 衝到賠錢 家衛老師我希望我在這邊繼續講 能救一個是一個 我待會拿證據給各位看 今天台北股市漲五十點 可是我相信各位已經可以很明顯看得出來 今天的台北股市像什麼 雞肋 悶到一個不行 對不對 整個上午就在這平盤上下在那邊晃來晃去晃來晃去 然後這個 昨天每個人都信心滿滿的航運股 你知道今天台北股市三千八百多億 這一檔長榮就佔了八百億 這一檔長榮就佔八百億 八百億的成交量將近佔了多少 五分之一的人 台北股市百分之二十人在這裡面 衝上去又下來 衝上去又下來 尾盤也殺一下又衝上去 我問各位啦 講難聽一點 這種股票有什麼好做的 我不就一直跟各位講嗎 現在的航運股它就是在走橫盤整理啊 等到橫盤整理結束之後它會再往下走 到時候我們還會再放空它 我待會會拿證據給你看 所以在這個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的時候 你又何必把你的時間 精力跟金錢花在這裡呢 你不要跟我說你今天去衝這航運股 哇我跟你講 我嘉賢老師我真是很厲害的 我今天要我最力量從這邊衝上去 這邊再衝下來 再衝上去 尾盤再衝下來 你看我一天來回多少趟 然後呢 哇大賺錢 如果你真的是這樣子 我恭喜你 但是我相信這種人 絕對是少數少數的 大多數人在今天在這邊衝來衝去 衝來衝去 衝來衝去 一定是受傷 就算沒受傷 也是為人作駕 對不對 這就是政府開放當充這個賭場的原因 是不是 你一直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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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券商賺飽了你的手續費 政府也有稅收可以拿 其實你說今天的盤 我看到很多人都一直在那邊哀 唉唷今天這什麼爛盤 對不對 好無聊喔 我好想去睡覺 教育老師不是昨天就已經告訴你了嗎 昨天是八月份的第一天嘛 你看這報紙今天寫很大 八月開門紅台股反彈秀 外資大買超 昨天台北股是大漲255點 可是昨天大漲255點你開心嗎 不開心啊 因為昨天很多人被扒兩次啊 我昨天下午晚上後來去看了一下PTT 就真的很多人就說 真的是早上砍掉航運 跳船電子 結果呢 航運拉起來電子又殺下來 那你不是就一直被扒嗎 我說昨天隨手紛紛跳船電子 對不對 結果電子又乘船 昨天台北股市的成交量已經量縮 萎縮到4360億了 最近很多人都在討論 技術分析到底有沒有用 我跟各位講 任何的技術分析都是用價量去換算出來的 基本上它都是落後指標 看你怎麼又去用 你要用技術分析 你還是要稍微去預測一下未來 這就是為什麼嘉威老師的節目都是在跟你預測未來 但是技術分析指標是落後的 價值也可以是假的 量一定是真的 你懂得懂嗎 所以昨天成交量萎縮到只剩下4300多億 你大概就可以想到 接下來台北股市就是這樣的走勢 扒過來 扒過去 扒過來 扒過去的盤 所以你看 昨天我就講 我們從10點鐘這邊畫一條線 昨天第一個小時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快逃啊 是不是 早上第一個小時大家都在喊快逃啊 因為航運股又殺了啊 對不對 萬海也是這樣子嘛 陽明也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好 那你第一個小時逃到哪裡去 全部都逃到電子股去啊 那我昨天就舉成交量最大的幾檔中小型電子股 這個啊 敦泰啊 第三名 昨天205億的成交量 第一個小時的時候 當航運股在快逃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的時候 不是啊 是不是每個人都喊前進電子 是不是每個人都喊前進電子 好 前進電子 對不對 哦 前進電子完 結果咧 十點鐘以後一路江河日下 偏偏最可悲的是指數還一路往上吧 看到都哭死了 對不對 那這個中小型國這個也是一樣啊 西串也是一樣啊 是不是 第一個小時 快逃啊 前進電子啊 結果咧 十點以後 砰 一路殺下來 指數往上吧 所以我昨天就講了嘛 昨天的量能萎縮到4360億 價是假的 價漲255 量才是真的 量能萎縮 所以它就是一個空頭反彈 那空頭反彈到什麼時候 拜登的基建案過關為止 那你說過關了沒有 好戲總是要讓觀眾多等一下才會登場 對不對 所以現在文本已經出來了 現在參議院正準備要表決了 只是突然又發現什麼某某議員 又中了新冠肺炎 誰誰誰又有意見對不對 沒關係 我們就等 我們就等 等到好戲登場 我昨天就講了 還會彈 對不對 但是量能會持續縮 因為這是一個空頭反彈 空頭反彈就是一個價量背離 然後就啾啾 碰 回答爆炸 我昨天都講了 對不對 我昨天都講了 結果咧 今天台北股市漲50點 你自己去看好了 50點 今天量能值剩下多少 3841億 我們把這個台北股市弄出來 我把均線加一下 來 你看一下 來 今天的成交量值增加多少 3841億 今天不是禮拜一耶 禮拜一跟禮拜五量比較少 今天禮拜二喔 禮拜二的量這麼小 一路萎縮 然後從這裡 這樣反彈上來 對不對 那可能再談個一兩天 拜登基金安過了以後 剛好是不是到了這個滿足點 砰 就下來 所以任何反彈皆空點 是不是 好 今天早上報紙上有大力多啊 美國說啊 不干涉運價啦 航運驗收口機 各界正面解讀 有助於貨櫃輪骨架一樣 航運回聲 關於這個拜登干涉運價的事情 我已經跟各位解釋過很多次 美國是民主國家 他絕對不可能做到像中國大陸一樣 今天說抄你阿里巴巴就抄你阿里巴巴 抄你騰訊 叫你騰訊的什麼音樂著作權給我交出來 你就給我交出來 美國不可能這樣子幹 是不是 拜登重申啊 我沒有要干涉運價啦 我只是要查一查壟斷的行為 但是我就跟各位講 你們一定要搞清楚 他們當講這種話的時候 底下人就會自己回去做事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FMC的主席在聽證會的時候 特別強調我無權管轄費率的漲跌 講一定要這樣講 你知道嗎 因為咱們是民主國家 各界正面解讀有助運價漲 然後歐美運價年漲四到六倍 長榮有大船入港 今天 結果咧 對不對 今天的長榮成交值第一名 高達811億 上去又下來上去又下來上去 你自己看這個鋸齒狀的很明顯 就是大家都在那邊衝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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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有賺錢嗎 有賺錢嗎 除非你是那種賺那種退佣的啦 不然很難啦 萬難 對不對 那像這個什麼一張不賣奇蹟自來的 這個台花頭有沒有 就沒這麼簡單 然後你來看台股今天漲50點 對不對 從跌幅排行榜排回來長榮集團在這邊 全滅 航運股在這邊幾乎也是全滅 是吧 好 那昨天還有一個出現很強叫鋼鐵股 來來來來 不鏽鋼漲價業薪要採溢價交易 啊 叫厲害 你看這個字很大就知道這一篇有多大 這一篇就是占了那個半板 半板這麼大 不是這麼小喔 是這麼大 這麼大 好來這麼大 然後鋼價呢 看得當場暈倒對不對 然後今天早上還有一個新聞 我看了我都快笑出來 智利的銅礦罷工危機升高 紅價孔礦在標 你們知不知道今天這個新聞 擺在報紙上它是兩天前的新聞 兩天前就知道的新聞 結果搞半天今天一堆人去追 你自己去看嘛 早上不到五分鐘 砰 漲停板 漲停板之後 他想說鎖了 買不到了趕快買 就一路殺下來 最後只剩下漲5% 也就是說你追在這裡跌5% 2009第一桶 我的天啊 它是前天的新聞好不好 投資朋友 它是前天的新聞好不好 前天沒漲 前天出來就已經出來有沒有 開高留一個長上影線 寫 今天再寫一下就不好意思喔 你今天一堆追在這裡 對不對 你自己去看嘛 剛好來到什麼 最上面的這一條季線反壓之彈 今天衝出去 呃呃 全部追在這裡 前天的新聞 鋼鐵骨在今天漲50點的時候 滅 那你說中小型骨呢 今天為什麼能漲50點 來 因為它啦 連電啊 第一名萬海 第一名長榮第二名萬海第三名 陳潮子第三名 連電 尾盤一路走高 最後拉了一下50點 因為它富有指數的重責大任 對不對 所以它是全子骨 扣掉它是全子骨 來來來 咱們再看一下 這昨天的第三名敦泰一樣 今天早上10點鐘我再給你畫一條線 噢9點到10點 我跟你講昨天一定是誤殺 這是昨天漲停板的天鈺 你有沒有發現現在 強勢所漲停的股票隔天都很難讓你賺錢 還有其他的我就懶得點了 結果天鈺一個殺下來把整個鴻海集團都給拖下來 跌幅排行碼排回來 荒暗集團在這邊 那其他還有很多 像這個什麼 易龍店上半年賺8.3塊有沒有 我要跟各位講這個就是 當你看到業績見高點的時候 股價早就已經大跌 你看喔 很了不起是不是 對不對 結果今天開高走低 你自己去看易龍店 上半年賺很多錢 結果股價早就已經這樣了 最重要的是什麼 他的業績高點落在今年4月 你就當作5月10號公布他的業績好了 5月10號在這裡 當你公布的時候股價已經大跌了 然後我不是說疫情會反彈嗎 疫情反彈一下後來又往下播 是不是 同樣道理利績也是一樣 你看這去年的當紅柵子機 每天跌一點每天跌一點 業績高點在4月 來股價咧有沒有 公布4月營收見高點的時候 股價早就已經從這邊大跌40% 然後一個疫情反彈碰季線 然後又一路滾下來 你說咧 你說咧 所以我跟各位講 家老師你不是一直講說這個禮拜要什麼 史詩級的大跌 是啊 他就還沒通過我有什麼辦法 對不對 上禮拜是說最快週末通過 我說好啊 你如果週末通過的話 禮拜一就崩盤對不對 結果咧 禮拜六加班 今天跟你講說 文本完成了啦 我們這個禮拜參院要表決 表決完再送眾院 眾院送我們表決完之後 然後再交給總統 那我問你什麼時候要過 反正就是快過了嘛 對不對 就快過了嘛 好戲 對不對 就像那玩命關頭酒對不對 好戲要登場慢慢磨嘛 觀眾就一定買單進場啊 是不是 重點是 那為什麼明明有好戲要登場 大家卻不敢買 如果拜登基建那你還把他當成是利多的話 為什麼大家不敢買 是吧 所以這個反彈上來 反正拜登的基建表決過關就在這邊嘛 對不對 越彈越恐怖 越彈量越縮 然後咧 咻 蹦 懂嗎 所以明天還是一個非常好的空點 這個盤會越走越弱 越走越弱 越走越弱 大空投行情 就是每天給你希望 然後再讓你絕望 絕對沒有一個多頭老師 你相信教育老師講這句話 絕對沒有一個做多的老師 會跟你去談今天的台北股市 嚴重的價量倍率 為什麼 你可以去問他 老師為什麼今天台北股市成交量 只剩下3841億 你今天是禮拜二呢 他一定講不出來 因為他不敢講 他知道 但是他不能講 因為他如果講的話 請問一下他要怎麼收回緣 懂嗎 大空投行情就是每天給你希望 然後再讓你絕望 下一階段回來 我要告訴各位 為什麼教育老師要持續當航酸 我要給各位看一個事實 因為當航酸可以救人 因為當航酸可以做功德 救人一命甚至要七級浮土 懂嗎 下一階段回來 我們繼續分析 陳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引命主軸 第三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持股其中 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陳東東部 擁有股票 期貨 雙制兆 代盈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東部 值得托付 022-2752-5868 2752-5868 陳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持股其中 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陳東東部 擁有股票 期貨 雙制兆 代盈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東部 值得托付 022-2752-5868 2752-5868 哇 寶寶好可愛喔 謝謝 這是我們第一次來產檢 希望我們的寶寶也可以順利出生 那你知道今年七月一日起 政府推動的擴大產檢服務嗎 擴大產檢服務 對啊 為了媽媽和寶寶健康 產檢次數從原本的十次增加到十四次 產檢項項也增加 歡迎各位回到現場 很多人都說佳偉老師是航酸 看到佳偉老師就討厭 對不對 昨天我記得還有人點名 欸 那個空頭大屠殺老師咧 今天怎麼沒有上節目 該不會跑去躲了吧 因為昨天早255點 我希望追航運股沒有賠錢 你看看喔 我七月二號星期五的時候 跟各位講這一張圖 長榮月線圖 我說景氣循環股沒有一個例外 通通都是尖頭反轉 這是長榮過去的月線圖 然後我當天拿出國劇圖來跟各位講 就算是電子股的國劇 一樣是尖頭反轉 你如果當天把佳偉老師的話聽進去 而你不是笑佳偉老師的話 你自己想想看 你現在你避掉多大的風險 那你如果跟我們一樣 還是放空下來的話 你賺多少錢 七月二號在這裡 長榮在這裡 206.5元 最高點219元 是不是 我七月二號跟各位講這圖 對不對 整體的航運股都不一檔一檔跌 整體的航運股在這裡 最高點 是不是 因為為什麼 當時拜登基監案過 現在很多人都會拿國劇圖出來講 我說拿國劇圖這樣的看圖來分析 好像1310塊跌到298 好像也就這樣而已 我跟各位講 你們看圖說故事都嘛 講得很輕巧 你們沒有經歷過當年這一段 你不知道當初在這一段的時候 市場上有多可怕 佳偉老師是從這裡一路空下來的 當然我們是大獲全聖 但是 我們的大獲全聖說真的是 建立在多少人的血淚之上 我昨天 我圖沒有帶 我用螢幕截圖跟各位講 我說現在的航運股就是走到 當年國劇從1300一子塊跌到587塊的橫盤整理這一段 所以你也不用去期待有太什麼好處 對不對 所以你看嘛 今天航運股是不是就是一副就是要死不活的樣子 等到未來它在跌的時候我們後續在空 我今天把圖帶來了 你去看這一段你知道有多可怕嗎 它從1310塊這樣跌下來 跌到這邊前期賣股跌到802 你這樣看起來好像跌一點點對不對 你知道這樣跌多少嗎 跌40% 跌38.7% 後來反彈一點點 這個反彈一點點是不是很像 長榮是不是跌下來是不是反彈這個 123 123 後來就崩 一模一樣 對不對 後來下來是不是又一根跌停板 一根跌停板後來又開始 這一根7月30號的跌停板再往這邊跌 你以為這樣跌很早 這樣子 抱歉又40% 然後橫盤整理 現在的航運股我認為它就在走這裡 你以為這裡有行情嗎 沒有什麼行情啊 等這一段走完之後 9月3號再來一根的時候 接下來就主跌斷了 你知道這個主跌斷下來不得了啊 這個9月3號之後 再跌下來是60% 記得跟著我在空這裡 60% 後來咧 跌下來之後大家以為主跌了 主跌了主跌了最後再一個末跌段 然後呢 那個陳太明開法說會 說看壞景氣有沒有 大家到這裡才認輸 等到這裡的時候已經跌240塊 只剩下240塊 所以你看它跌下來它先跌40% 反彈再跌40% 橫盤整理之後 再跌60% 這樣加起來多少 快140% 然後一個長期大足底 最後一個末跌段跌下來 我問你 要不要當航酸 當航酸是可以救人的啊 現在那些叫你在那邊買的老鼠 我跟各位講 它保證未來他們一定把你害得很慘 為什麼每一次股災你都沒辦法避開 就是因為你跟錯人 這只是剛開始 我們明天見 陳東斗庫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迎命主轴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成通投赋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本宁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投赋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通投赋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金盈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